那麼漢廷一定也是等BNT吧 我先說一下 就是我也不是等BNT 當然也不是在等科興和國藥 好像我是蠻想的 我只覺得身為政治人物 由於現任的就是選民 如果還有一劑 想要打而沒打到 那我們政治人物就最後再打 反正這個 你跟王世傑一樣 高峰亮節是嗎 他說他要當最後一個 他要當最後一個 那再來呢 我們就回到說像這個BNT的事情 我覺得比較好奇的是 這到底有什麼好保密協議的呢 因為德國BNT的發言人 我們當然是以德國BNT的講法為主 他說已經約好交貨其成了 所以人家已經講得很明白 是有一個很明確的時間點的嘛 那麼這個時間點 為什麼陳時中不能夠來跟大家講呢 這說有保密協議 可是其他國家地區 什麼時間點到 新聞上也都有報 我們大概也可以知道 哪些國家 他在幾月的時候大概會到多少 其實各國也都挺公開透明的 所以不知道陳時中在這個部分 到底保密的點何在 你讓大家有一個明確的時間點 讓大家很安心不是很好嗎 是不是就是因為他一直保密 我們大家反而一直懷疑 他到底是不是拿了什麼程序又在卡 就反而產生很多疑慮嘛 沒有必要的疑慮嘛 真正的原因可能是 他很少講正確過 他記不錯啊 講了到時候沒來到時候 怕講完又錯被抓包嘛 因為記得像當時日本 不是前一陣子說 日本又多來到了一批嘛 然後陳時中在講說 因為日本有一個交貨騎乘 他們又去追 那就表示因為台灣 民進黨都沒有去搞交貨騎乘 也沒有再去追嘛 那再來呢就是剛才有提到說 南韓然後親自到了莫德納去要 這當然是一件很正確的事情 因為假設說那你就是莫德納廠商 那南韓代表在前面 你立刻生產出來一批 那你給台灣還是給南韓 那當然是給南韓嘛 因為人就在現場嘛 所以民進黨如果沒有親自去追的話 你當然就會輸給其他 也想要去拿貨的地方 可是記者今天就問他說 那如果說人家都先給南韓 像您剛剛講的那個排擠的效應 那南韓比較兇去韓國 陳時中今天講的話超囂張 那我們呢 怎麼會被影響 他說我們應該不太會影響 真的嗎 陳時中的話超囂張 他的原話叫做 到底南韓去美國 怎麼樣呢 叫做我們可以再觀察 再觀察 觀察個鬼啊 今天就結論已經出來了 他就拿到了啊 好 那請問一下 你觀察到了之後要做什麼呢 你是要跟著效仿嗎 還是你都繼續坐著 守株待吐原地不動 然後等死 很明顯民進黨 對 你們在等高端嘛 那今天陳時中又講說 他沒有護航高端 哇 我覺得這是我今年聽過以來 就是大概 就像這兩百塊最聰明一樣 不是破口一樣的概念 葉姊妹是嫌妻兩母 割八氣膚頭髮最長 然後民進黨沒有護航高端 是一樣的 所以美國的疫苗 民進黨為什麼要得這麼遲緩 是不是美國給保路 你就會要得比較快呢 保路 對啊 那你不能夠這個 要疫苗的時候沒動作 但是要萊克多班的豬肉 要軍火倒是要得挺快 這樣子人民是沒有辦法接受的